子玲开麦 那么继续呢 在幸福心旅行的单元当中 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在上一次呢 有邀请到了高雄张老师中心的推广讲师 吴富城之相心理师讲到 现在很流行的自我觉察 那到底自我觉察要怎么样来做呢 今天就要请富城来教教大家啰 哈喽 富城心理师你好 哈喽 大家好 那我们就要先请你来跟我们讲一下 比方说我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怎么样来做自我觉察 是 讲到怎么做自我觉察 其实我觉得好像一开始听起来会觉得很抽象 但是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去观察我们的呼吸 对 好比说就是 或许可能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听过 像是什么冥想啊 正念觉察 对 正念 或者是一些身体工作 对 那我觉得即便我们可能没有学过这些课程 也都是没有关系 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来感觉一下自己呼吸的 不管是频率也好 不管是频率也好 有多快多慢 或者是我的胸腔的起伏的程度 对 或者是我的身体的感觉会是什么 好 我觉得 我可以举个例吗 你可以举例 然后你那个镜头可以上来一点 真的吗 好 或者是你的身体往后坐这样 对对对 好 那我觉得在深呼吸的时候啊 我最常跟成员或学生分享的就是我们左手可以放在胸前这样 对 然后右手的话通常会放在肚脐的上方 上方哦 对 上方 应该是说覆盖着肚脐 哦 覆盖肚脐 对 覆盖肚脐 好 然后深呼吸它有一个小小的美感 也就是说我们在吐气的时候会比吸气多两倍 好 白话文是假设可能有的人呼气的那个时间比较短的话 假设吸气是三秒那吐气就会是六秒 对 来增加启动我们的腹脚感神经的方法 好 那 这是在练习自我觉察 对 这是可以的 哦 应该是说这个是第一步 哦 这是第一步 对 不然一般生活当中就是好像我们也 很辛苦啦 大家可能忙于工作 忙于学业等等 好像也没有时间来什么 谁跟你自我觉察 对 这是通常第一步的起手式 哦哦哦哦 是 那为什么这个要左手放胸腔上 右手放肚脐上 为什么要放这样 为什么要放 哦好 其实左右手是都没有差 这是一个个人习惯 假设如果别是可能就会想要放不同的方向 那之所以要放在胸腔跟那个肚脐上 是跟神经 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关 嗯 对 就是对 所以放在这边可以增加我们的安定感 哦 是 是增加安定感 对 就很像那个我们遇到很害怕的事情 然后都会拍胸脯 对对对对 所以还会增加安定感 哦 这是增加安定感的一种方式 那或者是呃如果我们在心理学上就也会讲到是说 有一种所谓的蝴蝶爆就是把自己抱住 蝴蝶爆 这也是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安全感的感受 哦 是是是 那当然如果你有 我深呼吸要爆蝴蝶爆吗 什么 深呼吸要爆蝴蝶爆吗还是不适合 诶 我个人是觉得不适合 因为好像这样会有点卡住 对 有点祝福 对 对 所以在深呼吸上我就会用这种双手的方式 哦 好 好 是 好 这个起手是做完 好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吸气三秒嘛 好 一 二 三 好 然后呢就吐气六秒 六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这样 哦 好 然后我要做几次 哦 好 通常会做至少三次 研究专家显示或者是我自己的经验啦 起手是深呼吸三次这样 吸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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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三次好 好 假设做完了之后呢 好 做完了第二步 我们通常就会是 呃 其实通常这个时候要设定一下 嗯 时间 好比说什么意思是 就是我自己设定说假设我这五分钟我就是给自己一个不要有外界打扰的时间 哦 对 那举例来说像是手机 很多手机都会有所谓的专注模式啊 误扰模式啊等等的或是小米手环 Apple Watch等等都可以 别用就好了 对 就别用了 对 就别用了 我在工作都是关掉的 哪能被打扰啊 是一打扰声音就出去onair去了 对 没错 所以找不到我不要叫 真的 没错没错 我骑机车也不接电话的 是 嗯哼 对啊像现在可能生活中 可能连有的 有的人真的很辛苦 可能连骑机车都要忙着接听电话或是什么 对如果可以利用这个 好的你不会怎么样不要接 对 没错 我都觉得这是我的信念 天塌下来有高个儿挡着 撑着 都没有我的事 不接就是不接 对 没错 我很欣赏你的这个方式 真的吗 是 借用你一点点的话 其实就是每天大概三到五分钟 对啊对啊 这个时间如果真的 就是自己的 都不受外界打扰这样 没错 哦 对 完全不要有任何的什么LINE讯息啊 IG啊 脸书等等的通话讯息都暂且隔绝 嗯嗯嗯 对 这会是在第二个可以 想邀请各位听众伴们留意的地方 好就是 深呼吸 然后第二个 所以我这个专注自己的这个五分钟 每天五分钟就好 我是这个时候做深呼吸吗 还是要做什么 对这个时候先起手式是深呼吸 哦哦哦 是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接着就会是一些 对自己提问的方式 对自己提问 好什么意思 嗯嗯对 然后我们接着就会走到说 哎好 呃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啦 就是有的伙伴可能会觉得很难进入自己的感觉 嗯嗯对那一般来说 我可能就会邀请我的学生或个案先默念一下自己的名字 嗯嗯 就好比说我叫傅臣 嗯嗯嗯嗯 对 就念给自己听哦 要很亲密的叫自己的名字吗 不要说是要叫子林啊 还是要叫郭子林啊 这样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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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或者是假设跟自己不太熟 就可以就叫全名出来 对 是是是 有的我有听过有的跟他跟我分享 他会叫自己的小名 好宝宝啦 好比说 对对或者是像我可能就是层层啊这种 哦 就是每个人状态不太一样 嘿 嗯嗯嗯 好 对 好叫自己名字然后 对先呼唤自己的名字 嗯嗯嗯 比较可以帮助自己 哦 回到内在一些事 嗯嗯 对嘿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会是说 哎那 他比如说傅臣 哎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嗯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对 我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其实 应该还蛮平静 因为我正顺利的工作中 但是当中也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因为就不知道说这个访问 这样子做下去 到底进行的会如何 看样子到目前为止还蛮顺利 还蛮开心的 好 对 谢谢 对 没错是这样子 我刚刚有讲 我刚有讲有一点小小的紧张 紧张 对 是 虽然最大部分你看我都是 比较正向嘛 因为要很顺利啦 然后跟傅臣也聊得很开心 但是我当中还是 有有有觉得有一点点紧张这样 是 对 很渴望 紫灵你非常的对自己的感受是很了解的 对 好 当我们 比较知道自己的心情感受的时候 那我也想邀请 好 紫灵是说 那 当我有 怎样的心情的时候 我的身体感受是什么 好比说以你的例子 就是 当我觉得 在顺利的里面好像有一点点紧张 对 那我的身体感受是 我就觉得说我现在其实全身的肌肉算是还比较 比较放松一点点 因为就没有什么太多要紧张或者是很 赶时间焦虑 哇 很多工作压压过来 因为比方说我前两天其实工作的那个 分量还蛮多的 我就是真的是一直一直不停 但现在觉得今天现在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还好 好 然后呢 那一点点的紧张 就会觉得我的心脏有一点小小的 揪起来 小小而已 哇 因为我在工作嘛 工作我还是要保持一点头脑的清醒 对 头脑的肌肉有一点小小的紧绷小小 对 它是要 逻辑要清楚对不对 对啊 话不能乱讲 是 对 对 心脏跟头部比较容易 就是感觉到紧绷 当你觉得有一点 对 现在 现在 OK 对 没错 那子晴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耶 就是 就是这样子做 当我什么样的心情 然后接着就问说 那我的身体感受 对 好喔 那接着考 也算是考考你喔 第二个 接下来的大问题就会是说 那 OK 那 当我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那 我的想法会是什么呢 就我在想些什么 而 会让我有这样子的心情 我在想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做访问中 对不对 好 然后 附层呢 也都很配合 虽然我们其实要装作很熟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熟 可是呢 我们 必须在访问当中 然后呢 趁着短短的时间 然后用我主持人的专业 还有附层 智商心理师的专业 我们要碰撞出一个 让听众朋友觉得 这一集听起来还蛮不错的 还蛮有资讯内容 但是又不会太过于像上课 枯燥无聊 听得想睡觉这样 所以我们就要 两方都要非常的 就我要做一些球给附层 对不对 阿看附层的门接住 再丢回来给我 然后我们就创造出 哇 整个节目 听起来的感觉 让听众觉得是还蛮有意思 又不会太无聊 然后会想继续听下去的感觉 哦 是 是 是你很清楚的描述自己的想法 感受 对 那通常就会是 自我觉察的第二步了 哦 对 不过我刚刚听起来是 其实你 你的想法是非常的 有弹性嘛 就好像也没有提到说 我觉得我应该要做到 希望我们可以这次的访问 可以做到最完美 对 那 哪有最完美啊 哦 我没有最完美 只有好 还要再更好 好 对 那子妍 我觉得你讲到 有很大的点 是 其实 如果想法上是可以 比较有弹性的 像你刚提的 就是 好像是我尽力做 那 当然一定还可以在更好的地方 就下一次 对 这一次我的感觉怎么样 让我也许 下一次比方说 我们下一次再约个时间 在访问傅城的时候 我就会就我们这一次的经验 然后再去调整 怎么再跟傅城互动嘛 或是说 每一个来宾他的特性啊 他的习惯等等 不太一样 那我就会 傅城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 可能用这样的方式 跟傅城互动 也许像傅城的好朋友文家 对不对 我们上次有访问过 我在访问文家 可能有文家 跟傅城不太一样的 好 我就 然后跟文家互动 我就要用文家的一个方式 这样去去录这个节目 是 好 所以我们就好 好还要再更好 没有那个那个 我这次要做到最完美 是 哇 所以梓琳对您 提到就是一个非常弹性的想法 因为我之所以特别稍微停留在这 是说 通常啊我们在自我觉察的时候 我也会邀请我的个案去留意一下 自己的在想法上面 有没有很常出现一些很绝对的一些思维 好比说 对 我应该要把这个访问做得最好 好比说 我应该就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所有的经历 哇 这样子的想法其实 就很容易会觉得 但压力蛮大的 对啊 对就压力很大 对 所以在想法的觉察上 我们会留意这一块 对 有没有什么是很绝对的 我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弹性的这个想法 那当留意到之后呢 比方说像你曾经以前带过其他朋友做 这样自我觉察 当他留意到说 哦我有这种很绝对的 或比较没弹性的想法的时候 他们都什么样的反应啊 哦 好 如果说留意到这种 对 如果说在一开始自我觉察的新手的话 可能比较难留意到 对所以可能就会 会比较建议说如果有一个专业的伙伴 那是1980这样的资源是可以 协助的 嗯 对这是新手哦 自我觉察新手 对那 如果是自我觉察 一定有一定那个学习 对 好比说来到国小等级 是 国中等级的伙伴 可能就会比较知道 哦 原来我有这样的想法 嗯 那是不是就可以问问自己说 哎 真的是这样吗 嗯 对好比说对我一定要把这次的考试 考到100分才代表我是有能力的 嗯 我是够好的 嗯 对 那没有100分就惨了这样 对没有100分就惨了 对那这个时候通常就会问说 这个是是真的吗 真的是是这样吗 哦 对对那有没有可能是好比说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 简单的方式是说假设 你的朋友跟你这样说 哎我跟你说我一定要考100分 或是我的 呃 钱一定要赚到多少我才是 嗯 有能力的 我才能够撑起这个假 嗯 对去想像说 嗯 你的朋友 换位思考 对对换位思考 嘿 对 那我的想法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对 可能会 我必须说 哈哈哈 对可能真的 对啊可能就会啊 对啊我们但 我换了一个位置我就会说 那个100分哪有每次一定都是你可以拿到 嗯就这么完美 你都不会出错 你什么都懂 老师出的题目你都会写 哈哈哈 真的 嗯 对 所以梓霖刚刚也提到说 比较顺利的状况 嗯 会是透过自我觉察 可以来到 比较弹性的想法 哦 对但 这当中 其实 其实 其实不太容易 对 但是所以我会建议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那五分钟 每天三到五分钟自我觉察 最好的方式 也可以找 然后 伙伴 大家一起练习 好比说 哎我们一起约定 什么时间 一起练习做这个自我觉察的练习 哦 然后彼此讨论一下 哦 好 好 所以刚就是说我在做自我觉察之后 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嘛 一个是说我的心情啊 身体的感受啊 好然后我到底是怎么想的啦 那还有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是第三个问题的话就会是跟 那我在这个紧张 一指令为例好了 就是我觉得好紧张 有一些些一些些紧张 因为我在做访问嘛 嗯嗯嗯嗯 我的行为会是什么 就是我的反应 会是什么 我的反应哦 就是我好像要随时去注意到 傅臣说了什么话 然后那些话进来我的脑袋里 我就要不断的去分析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怎么回应这个话 对不对 我们的节目听起来才会好听啊 有趣啊 不会太枯燥 然后呢 我还要随时注意说 哎我在录的这一些软体 他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然后我还要去想想说 哦好那傅臣讲完这个话 我丢了什么话之后 然后接下来大概 现在几分钟了 然后我们大概要 再往哪个方向去这样子 我的时间才能抓的 比较差不多 哦哦 这这要反应吗 这叫反应吗 因为我在看时间啊 看软体啊 看我的word档啊等等啊 然后头脑在想 想说啊我等一下 怎么回应傅臣这一段这样 是哦 对如果说 对其实你刚刚讲到很多是 比如说看时间 嗯 对然后 思考说 软体啊 对软体是否正常运作 对对这样子的 警觉留意 嗯 这样子的确是一个回应 哦 对 那的确可能 我觉得也不需要说分得太细啦 就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在做自我觉察 不是不是说对我我就是这个就绝对是我的想法 对那我的反应又会是什么 嗯 对不需要分得那么细 哦 对 不用分那么细是要怎么做 你会举个例子好了 比方说刚刚我们假设那个考要考一百分的这一个同学来讲 对他如果自我觉察 然后呢 发现自己心里在想说我这次考试一定要考一百分 嗯 是嗯 好 然后他怎么反应 对我这次考试一定要考一百分 嗯 然后这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想法嘛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那 我这个孩子他当时一开始进来找我的时候的反应 就会是说 因为我太紧张啦 因为我就是先预设说我不会考得好 所以他的反应是他就 不读书了 他反而是去 对他反而是去做 去打线上游戏 不是他不是要考一百分 为什么他不读书呢 对 对 子妮你非常的惊讶 对不对 我很惊讶 是 是就是好像会发现说 诶 这里面很很很特别的是想法是这样 可是反应好像没有达到他的目标 对呀 对其实这是很常见的 就是如果在我们 觉察还是比较新手的阶段 会容易出现的 哦是哦 是哦 对 然后那个孩子还跟我说啊 不是啊因为 可能想法又出来了 是啊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赌了 那我又考不好 那我能怪谁 这是逃避我啦 对对所以第一个 哦好 是 就有很多一些可能是 就合理化啦 以心理学来说是 合理化 合理化说我的行为 对 我不读书 我的原因是我怕我考不好 对 但虽然我的目标是 我想要把这件事做好 对啊可是我就没有读啊 所以我考不好啊 对 我我好无言哦 真的 真的 这就比方说 我想要变得很有钱 好然后呢 是 因为我又怕我没有办法 变得很有钱 所以我干脆我也不要工作 我也不要领薪税了 我都不要付出 然后我就等着有钱这样子 是 对 这的确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 的对想法 对但是很很真实 哦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想 如果大家仔细的去 想想看自己的经历 其实我的比较简单我也有啊 比方说我一直期望我英语可以很好 然后有时候就会去想到 就买一些英语的教材书 然后回来就放着 买好多书回来就放着 然后就假装自己就会了 这样 是 我后来发现我都在浪费钱 然后我开始连书都不买了 然后 嗯 哇那你是有自我觉察耶 觉察到说 我的反应是这样 反正也没用 嗯 对啊 好 所以我们要怎么结尾呢 我现在想到要问负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自我觉察 我可能 要在一天当中找一个 可以跟外界断绝 然后给自己就是 自己跟自己好好相处的 这个五分钟就好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我是应该定在什么时候 我是要定在 早上啦 还是中午呢 下午呢 还是晚上呢 睡觉前呢 到底是什么时候比较好 然后像我刚刚其实我们就是 节目在访谈当中 就直接我做了一个示范嘛 给那个负成做一下解析 我其实不是在一个跟外界隔绝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工作的时候 对 这样可以吗 哦 OK 好 你谈到两个 我觉得一个是自我觉察的时间点 那 老实说我会建议可以分成 短中长的 的那个目标啦 策略不太一样 好比说 短期如果我真的是对自我觉察不太熟悉 那我就会建议说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定在 好比说最常听到个案分享的时间点 会是在睡前 嗯 好比说我固定12点睡 嗯 那我能不能可能12点20 25分大概这个时间 跟这11点半左右 对对对 我就想说奇怪 他不是已经睡着了 对对对对 自己头颅有点晕了 对已经睡着了 对对对 11点多的时候 嘿 就是一开始初期 你可以先定一个时间 嗯 比较怎么讲 比较是一个类似 代办事项的概念 嗯 可是如果是当 呃各位已经熟悉这个方式 或是很能够自我觉察的话 就像刚刚指令 甚至可以在工作的时间 也可以透过这三个的问句 来了解自己的心情啊 怎么想的 以及我的反应是什么 哦 对对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很熟悉这个脉络 其实 嗯 老实说 时时刻刻都可以 自我觉察 哦 不一定要是一个很自视化的 我这个时候才来感觉 我觉得我的身体感觉是什么 嗯 嗯 很好 我觉得今天 听附层这么介绍 大家其实 对于自我觉察的一个练习 就会更加了解 那也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来 呃练成这样一个自我觉察的敏锐度能力的话呢 就是可以先从给自己专注的时间去练习 然后慢慢进阶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样自我觉察的一个功夫 好 那最后这边就是附层你们要提醒大家的事情 还有呢 如果呃听众朋友听了之后 哎觉得虽然自我觉察但心情还是不好 然后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卡住啦等等 生活的不顺 不管是婚姻家庭感情工作什么的 那他有没有一些可以寻求协助的管道 是 嗯 我们会推荐可以到1980 就是如果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都可以拨打这次电话 来跟我们的张老师来做谈话 可以更加的了解自己 好 那今天呢 在节目这边 我们就是邀请到了高雄张老师中心的推广讲师 吴富城资商心理师 跟大家来介绍自我觉察 今天来做练习实战练习篇 今天就谢谢附层咯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